各位觀眾 我們終於脫離 陰雨綿綿的天氣 帶你出來曬太陽 過去的一整個禮拜裡面 台北瘋狂的下雨 我整個感覺快發霉了 再不出門 馬上就要進入12月了 然後無疑的生日記 有記到嗎 有啦 我們還是有出來走一走玩一玩嗎 可是我們今天就找到 越說越小聲幹嘛 反正是剛好看到新竹沒有下雨 我們想說好 直接來新竹 結果天啊 新竹天氣也太好了吧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我們要把 上一次在我生日的時候 我們沒有走完的17公里海岸線 未完成的旅程 對 把它給騎腳踏車騎完 那就等於是說從我的生日 串接到你的生日 就用新竹的17公里海岸線來串 是這樣串的嗎 就是這樣走 你那行程都沒安排來抄襲我的 有出門就好了 因為我們上一次已經騎了一半了嘛 所以我們這一次直接開車到一半的這一邊 從這裡開始騎 前面那一半段我們就不騎了 我們現在人在17公里海岸線這邊的 什麼拉菲爾 CAFE的這一邊 直接從這裡租腳踏車 因為這裡也有得租 果然天氣好大家都跑出來玩了 連腳踏車都沒有怎麼辦 我們現在只要跑過去之前我們租車的那個地方 去租租看 我們上一次租過一次啊 結果這一次再回來租 直接打50 折50塊 折50啊 打50 折50 謝謝老闆娘 你準備好了嗎 出發囉 手進來啊 你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從頭到尾人家就想說 明明是自己一個人出去旅 還會轉到兩個人旅遊一樣 很悲哀 不會啦已經習慣了 耶 我們又來到這裡啦 上次來太陽已經下山了 今天 現在就是天氣正好 今天應該可以看到夕陽喔 漂亮 你是要去哪裡 騎得肚子有點餓 消耗太多體力了 消耗體力 他騎得明明是電動車 然後他現在在買鳥蛋 我是要讓你見識台灣人的溫情 就算運動也不會讓你餓到肚子 是這樣講的嗎 對 我覺得你吃就好 鳥蛋耶 我戴牙套耶 你有沒有考慮過我的感受 我完全忘記這回事耶 你怎麼那麼麻煩啊你 我跟你講 只要你戴牙套的時候 我會讓你生不如死 我會讓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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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感謝老天爺 今天天氣真的是還蠻不錯的耶 17公里海岸線真的很美耶 對 其實它可以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建議你們就是早上早點就過來 可能就是 如果天氣好的話 我就冬天還蠻適合的 你可以一路慢慢的玩 17公里海岸線真的很長 騎到前面看各個風景區之後 回來 看夕陽 然後之後 下去還腳踏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行程就超完美的 好 我們今天終於成功地抵達我們的目的地了 這裡是 賞穴步道 其實這裡叫做香山師弟 然後這裡很棒的地方就是 你騎到這裡之後啊 它前面會有一個彎道 是可以走到前面去 來去看夕陽的 然後另外你可以搭配海景 坐在這裡看夕陽超漂亮的 在前面哪裡還有鋒利發電 超浪漫 真的是超美耶 這裡 真的很美啊 美到一個不行 再看一看 海洋 有一個深夜的海洋 看到海洋 那裡 這裡 有一個人 我跟著我們 有一個人 正在采取 你 今天真的太幸運了 我們從台北出發的時候 他一直很擔心說 今天會不會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結果今天的夕陽是最完美的那種夕陽 一整盒蛋黃就在那邊 太漂亮了 彌補上次的缺憾 真的 17公里海南街還有很多的經驗 這只是其中一個 這幾年就已經超完美了 大家都在這裡看夕陽 既然已經掉下去了 的確很漂亮 可是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 回頭看一下 後面有一道彩虹 今天真是完美耶 感覺今天行程如何呀 為什麼覺得這句話問起來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 這明明都是我之前規劃的行程 為什麼你會拿來問我咧 因為你沒有現場到過啊 而且今天是我們領車以來 交車之後 第一次帶他出來旅遊 雖然只是來新竹 那也算值得紀念 對啊 順便幫你慶生 那慶生 還有一個SURPRISE要給你 少女的祈禱的手勢是怎樣 他現在雙手這樣子少女的祈禱 來 跟我下車 既然是慶生嘛 就一定要有禮物嗎 欸 通常人家車蓋打開 不是有氣球飛起來 或裡面就滿滿的花嗎 湄公刀嗎 你知道把你殺了以後放進去嗎 來 自己探索 也沒什麼好探索啊 從頭到尾就只有一個東西啊 真的好難探索喔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它 這什麼東西 這麼大包 是貓耶 這個包裝先加分 這是 你今年第一個愛嫂送你的禮物 真的嗎 怎麼那麼貼心 這是幸運所連起來的 哇 謝謝他 那就麻煩你幫我開箱了 但是我有一個前提 什麼 不能傷到貓 你這樣也太強人所難了吧 不能傷到貓咧 看起來外型是我會喜歡的禮物 我是真的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幸運所連也沒夠強 就那個 等一下 你又想說是生鬥四星石 感覺很像啊 如果是生鬥四星石 你還會很驚喜嗎 會啊 會啊 我先把信念出來 你那表情是什麼意思 他說封面封底太單調了 做了兩隻不太可愛的小貓 就沒把牠們固定了 喔 我知道牠做封面封底是什麼了 封面跟封底太單調了 所以牠做了兩隻貓 喔 牠手好巧喔 這是用紙折出來的嗎 也太厲害了吧 3 2 1 喔 維納斯東 欸 真的耶 好可愛喔 這是牠很小的時候 對啊 欸 我每天看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可是這樣看突然覺得 牠好像真的有長大耶 欸 我有婆這麼多長喔 你看 牠剛出生的時候 對啊 對啊 現在每天都要跟牠說 早安晚才會睡覺 好 第一個是維納斯東的相冊 給你 帶回家收藏 然後第二個 這個是 ROYS的巧克力 對 就是日本的那個牌子 這個可以放我一起來慢慢吃 我們晚上看影片的時候 追劇的時候一起吃 好 喔 好 就這樣子喔 少來 快點 我要看 這個 金光燦燦的 這個沒有貓應該就可以不用保留了 3 2 等一下 幹嘛啦 你以為我在搬金馬獎喔 第 幾歲啊 第十八屆 第十八屆 五一生日之艾草 好好講話啊你 之生艾草獎 得獎的是 我看不懂 等一下 處女啊 神處女耶 看這很棒好不好 我沒有這一隻 謝謝新鎖鏈 超棒的 很漂亮耶 祝你是不是很貴啊 不便宜 他說 親愛的五一生日快樂 拿起來的時候可能有感受到第七桿了 有 第八 第九都有 第七桿怎麼貴 雖然這不是全新的 還是希望你會喜歡 艾爾文說過既然一定會漲價 為什麼不會一開始就買 未來有新發售的話 我會盡快給艾爾文 艾爾文的經典翻白眼應該出現了 來 翻什麼白眼 五一的生日願望 可能也是艾爾文的願望 希望有實現的一天 祝早日等神金牛 還有黃金蛇 黃金蛇是什麼 蛇夫座啊 漲幅第一名 早日再版 收集神聖衣 對 我也很希望他快點再版 因為再版的話價錢會比較合理 好啦 現在多一個期了 可是因為他們漲價漲得太誇張了 所以我自己也下不了手 我也希望艾爾文真的就是 不要買 因為我不喜歡被這樣吵架吵架 我還我會等他再版 好吧 這個是你今天星雨鎖鏈送給你的生日禮物 謝謝 謝謝星雨鎖鏈 怎麼辦 這樣我壓力更大了 你們送那麼好的那我怎麼辦 就要好好看齊啊 回家看看你家的咖啡機 你每天在靠咖啡的時候都沒有壓力嗎 我現在都不敢泡咖啡 好啦 神日快樂 謝謝 謝謝星雨鎖鏈 謝謝星雨鎖鏈 這位先生 我們要開車你知道嗎 知道嗎 你開你的啊 我抱著神明有保佑 保佑我們行程平安 所以你要把他 供供起來 你把他架好之後 然後放在車頭這裡 好像可以喔 當佛像這樣 好猶豫喔 要勝一形態是人的形態啊 天啊都好美喔 我跟你們說 接下來的五個小時裡面 他都會一直增進這種狀態 然後就一直猶豫不決 好啦 我們今天的行程差不多要結束了 等一下我們還有最後一個行程 就是要去吃 汕頭鍋 好久沒吃了喔 但是在今天的影片結束之前 我們要先來感謝我們今天的sponsor 感謝 喜馬拉雅 喜馬拉雅 贊助我們今天這一集的vlog 在這裡跟大家告解一件事情 我最近沉迷於 聽廣播小說 可是修顯小說嗎 廣播小說聽起來比較高級一點 大家都知道我有閱讀障礙嘛 你要我好好的去 讀一本書 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書的速度真的是太慢太慢了 會浪費很多的時間 而且看書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做 所以我就用聽的 可以解放你的眼睛 還有你的雙手 一邊聽書的時候還可以一邊去做其他的事情 效率超高 像一種開車的時間 同時你又可以聽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去聽書 節省時間又可以增加知識 或者是娛樂自己 推薦一個我自己現在有在用的 而且超級好用的app 叫做HIMALAYA 它是全球最大的聲音平台之一 裡面有超級多的有聲書可以聽 有心靈成長的 財經的 歷史的 親子的 等等的 而且還有很多種的語言 目前它裡面有包括 華語的 英語的 日語的 還有西班牙語的 一鍵切換超方便 當然我自己是以華語為主啦 就是華語的有聲書 如果說你想要練其他語言的聽力的話 感覺也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app 用聽的方式來去增加知識 也可以在做其他的 比較不好惱的事情的時候 一行而用 開車的時候 運動的時候 做家務室的時候 在餐廳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等遲到的另外一半的時候 一點機聽超方便的 我這幾個禮拜在聽的就是修仙小說 大家知道我以前在廣播電台裡面上班嗎 我很喜歡聽廣播劇 尤其是帶有一點魔幻色彩的那種廣播劇 修仙小說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類別之一 最近在聽的叫做 史上最強煉氣旗 怎樣 你好中二 真的很好聽 我整個沉迷耶 你們知道聽小說跟看影集 最大的不同點就是 所有的畫面都可以任由你自己去想像 你可以天馬行空的去想像故事裡面的劇情還有畫面 而且它不是念小說 喜馬拉雅它裡面的有聲書 它不是有機器人唸出來的那種聲音 而是真人演播錄製的那種 就真的像我們以前在廣播電台裡面 錄製廣播劇那樣子 有旁白配音員 音效配樂等等的 整個讓人很融入其中 帶入感極強 超級推薦這個APP給大家 充實的去利用你生活當中的每一秒鐘 讓你的耳朵再也閃不下來 我會把專屬連結放到敘述欄位裡面 透過這個連結還有我們的優惠碼 Alvinist 就可以免費領取到30天的VIP 歡迎大家去免費的試用 如果覺得好用 而且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都是你想聽的話 再付費訂閱 一年的費用是1830塊新台幣 無限暢聽 大概就是6本實體書的價錢 折合下來大概就是1.5塊錢左右 我覺得很划算 推薦給大家趕快去試用看看吧 如果說不喜歡的話 隨時都可以取消掉不用擔心 也謝謝喜馬拉雅 喜馬拉雅贊助我們今天這一集的Vlog 對你真的很划算耶 因為你這一個月你的休閒小說 大概聽了一兩百集了 你神經病喔 我已經聽到1900多集了耶 對啊 它只是6本實體書的錢 我就是任何時候都在聽 難怪你最近都沒打電話給我 你死定了 我們先去吃晚餐吧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們先去吃晚餐 在一起吃晚餐 你自己說 你必要做菜 你不應該去吃晚餐 就知道我 你快點想吃別的 collaborative 我們先吃晚餐 老津 拜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